北京是多少人梦中的舞台 今天这个舞台将迎来一批特殊的小演员 他们是来自甘肃冷南 四川雅安 安徽晚南三个地区的留守儿园 这次到北京来 是为了参加游戏部阳光和网易共同主办的 心如梦想下令 在此期间 孩子们将进行艺术培训和城市探索 最终在北京的专业舞台表演舞台剧 主要有三个重要的项目产出 第一个就是会有一台儿童舞台剧的呈现 第二个就是说希望在这20天的时间内 能让他们养成一个终生受用的习惯 当然说终生受用有点大 但是说这个好习惯一旦养成 这一生当中自然都会非常有帮助 再加温庇面 这这一生当中自然的 最终生受用的 看这一生当中自然的 在这二生当中自然的 这一生当中自然的 这一生当中自然的 然后我们同学在那一生当中自然的 然后我们住在人家的小城里头 再一次闻一会 就会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不值了 这次活动也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 他们中的一部分来自西部阳光的长期社工 另一部分是公开招募的在校大学生 留学生 海外华侨和台湾高中生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7月20日 今天是新舞梦想夏令营开营的日子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换上新营服 正式开始了为期20天的夏令营生活 孩子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甚至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离开山村 而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 有几个孩子的父母就在北京 东小丽来自龙南 父母外出打工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 张书彦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不幸去世 之后妈妈也改嫁了 杨新宇最喜欢唱歌 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名歌星 这样夏令营的机会是他们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 在甘肃龙南上平乡的中心小学 这里正在进行留守儿童夏令营的选拔活动 六年级的东小丽很希望能够被选中 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去北京 见到多年被见的妈妈了 加油一个 家里也没钱 我就给那个出去 出去 你这四季只得不了多少钱 少这点黑子也就能用了 孩子的圈 我现在圈长办了 特别学校的老师教育 特别家里没人教育了 有她自己了 其实对于这次北京之行 小丽也有自己的打算 你妈要留在北京陪我留在那儿吗 我不能留在北京 为什么 因为那样我就接不着 我爸爸和我来来了 还有我弟弟 你不是说你更爱妈妈吗 但是我爱她是 小儿让我每一家团员 并不是跟着她 我会劝我妈妈让她回来 看啊 我这里有六个玩具 开营第一天 为了测试大家的水平 志愿者让孩子们分组表演情景剧 但是对于这些第一次接触舞台剧的孩子来说 根本不知道表演为何物 第二天老师决定从最基础的训练开始 针对这些零基础的小朋友 老师们希望能够慢慢的将他们带入到戏剧的表演中去 孩子们在家乡从来没有接触过表演课 更不知道什么是舞台剧 他们始终进入不到戏剧的表演中 他们的表演要么过于羞涩 要么过于模仿 这让志愿者们感到很忧虑 前几天的状态我特别的担心 因为他们进入不了那个戏剧的状态 戏剧教育应该是人应该是越少越好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20个 或者是更少十几个 但是37个人真的有点乱 呃我们呢会安排专门的时间 大概也就是28号左右 会安排你们家长过来来探营 所以说呢我们爸爸妈妈呢 在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 你们要给你们爸爸妈妈讲清楚 说我们这几天的活动 呃安排的呃比较紧 呃所以说呃会暂时不安排 你们和你们爸爸妈妈见面 知道了吧 虽然戏剧应安排了统一的探望时间 但是小丽的妈妈还是迫不及待的 想来看好自己的女儿 住校社工王骁勇就收到了 董小丽妈妈的短信 哦行行行 呃我这样马上就过去了 你妈妈可能今天要过来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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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花 嗯 嗯 嗯 这让你久等了 在这边让你这两天时间 心急得不早聊 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是想着 想让你们赶快见一会儿 我觉得心里面就脑这么踏实 也是毕竟这么多年了 见到踏实了 你们就好好聊 小丽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妈妈 但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的两人重聚 却没有流露出 就别重逢所该有的信息 反而显得有些生疏和拘禁 你一年孩子说着不 现在小学免费了 可是房租孩子也得花 一星期他不得十块二十块 不得我给他一个孩子都得给钱 你还得生活 孩子还得生活 我不要 孩子还得用 你这时候可以省不动不动 孩子要上大学你怎么办 你必须得 你可得得 转切着他上大学吧 小丽告诉我们 以前见不到妈妈的时候 会和妈妈经常通电话 妈妈也会寄些漂亮的衣服给她 相对于村里其他的孩子 懂小丽的物质条件算是充足 但是 没有妈妈配在身边 小丽的心里 总是空唠唠的 如果学校有什么活动 别人的母亲都会来 而我却只有我懒了一个人来 我就感觉自己特别懒惯 你有没有想过你妈是累了出来 就是可能多挣一些钱 然后让你以后 可能 我不需要太多的钱 我就想让她陪着我 这些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孩子 大多都不太善于表达 喜怒哀乐 也不习惯跟别人分享 更缺少了别人的鼓励和关怀 这一切 使得他们与城市的孩子相比 少了许多的自信 但是没想到 一提到在外打工的父母 孩子们的情绪一下就失控了 平时无处表达的孩子们 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地方 这些孩子远远是超过我们预期的成熟 他们非常懂事 然后也有一些情绪 他愿意把它放在心底 不想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的话就会触动到自己 会很痛 会很心疼 然后我们也觉得 应该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关怀 来到北京 这些孩子们最期盼的是出去玩 是时候开始有趣的城市探索了 看到原本只有在书本里才能看到的大熊猫 长颈鹿 还有大海里的鲨鱼 孩子们的眼睛 都有点忙不过来了 周围的游客中 大多是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来的 对于这些留守儿童来说 这看似普通的一家人出游 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从动物园回来 冬小丽画了一幅画 画里只有四只熊猫 是一家人 第四个我画的是我自己 因为我小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 我们一家的团圆 小丽希望有爸爸 有妈妈宠着 希望一家人手拉手 即便是穿得差一点 用得差一点 也没有关系 但是妈妈会为了她 放弃城市的工作 你家妈 我上次卖大佬 卖大佬 就吃吃你 看你们的效率 今天是家长开放日 妈妈来学校看小丽训练 其他孩子的家长也被邀请了过来 通过间断的接触 我们能够感觉到 父母深藏在心中 对孩子的那份爱 这时 他们也希望一直留在孩子的身边 不愿快 先坐 这是杨新鱼的爸妈 七变区 这都死了一遍 我的马片比较弱 我数了二十好几战路了 我就问一下以后这个孩子 那个音乐这一方面 他你们喜欢 你们那个发现他有特套吗 就是套哥这一方面 你要找专门老师去训练 对对对 就会有 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过得更好 他们不得已长年在外打工 他们大多从事劳动强度大 收入低的工作 大多数都住在北京郊区的平房里 多少钱 这四百亿衣服 这真是国民家孩子买的衣服 孩子们短暂的和父母相见后 又投入到了紧张的排练当中 孩子们一点一点的进步 慢慢的学会自己创作 生活在这县土的小保rant 买到瓶上 日本的ボール 大多数都活 after 公主从肚子里出现 特别的享受 besond 泪剞 你自己 sings 你生日米 刻良品 林尻你很无聊啊 孩子们看似不经意的对白 恰恰反振出城市和乡村的 微妙关系 通过我们几个人的努力 带着这三十几个孩子 做这个戏剧工作坊 就像刚才说的 它是有创造性思维的 我们不想把它固定成为一种课 希望能够开发他们来写东西 开发他们来演 他们生活中的故事 演出的时间慢慢的逼近 孩子们变得认真起来 以爱丽丝为蓝本 讲述孩子们自己的故事 这个想法一出 孩子们的积极性 都被调动了起来 我说你缩点多长时间呢 就是在圆基础上再缩一下 可以了 你缩一个这个 都是你自己来弄的 整个这篇剧啊 有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想一下 这两天呢 孩子们的状态呢 比较好 渐入家境 然后对于表演这个小课程 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然后他们在课堂上表演的时候 他们剧本基本上是他们创作的 但是剧还不算是剧 他们只是一个很小的片段 那对于这个片段 我总觉得我不应该过多的干预他们 我觉得他们排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虽然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还下起了蒙蒙细雨 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孩子们的心情 日丝夜下的长城就在眼前 很多年后 他们还会向聪明的小伙伴说起着雨中爬长城的经历 短暂的游玩过后 距离公园也进入了倒计时 高强度的训练开始 我们很佩服他们 因为他们的坚持度 其实远远超过我们预期 而我们也会说 你们不要闹了 快安静下来 老师嗓子已经不行了 一直推着他们要赶紧去训练 赶紧去训练 然后排练不算特别糟糕 但是彩排比较糟糕 因为彩排的时间没有控制好 然后加上孩子们对舞台真的不熟悉 明天就要公演了 排练中频繁的失误 让孩子们和志愿者的心里都没有比较 他们还没有完整的彩排过来 小丽感觉压力很大 为了不让妈妈失望 小丽独自在练习 小丽独自在练习 爸爸 赞公民地上 辛苦流汗 在妈妈里 你很幸福的美花 演出 马上就要开始了 之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观众陆续进场 所有人的神经 都蹦得紧紧的 之日来扶六十大寿 这样世界长得好 这不会败 我们是增 Osaka 孩子们今天的表演非常精彩 这些孩子已经不是刚进夏令营时 拘谨而又自卑的样子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显示出了无比的自信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这些孩子无疑都是坚强的 其实他们并不是喜欢压抑自己的感情 而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当城市里的孩子 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身边时 山区的这些留守儿童 与他们的父母却远隔千里 你们给我们唱一下吗 多年来 压抑在这些留守儿童心中最大的愿望 就是拥有一个家庭 拥有一份关爱 有谁知道 这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 饱受了多少的风霜 有谁知道多少个深夜 他们曾在自己的心里 喊着爸爸妈妈 有谁知道 妹妹只能看着父母的照片 来填补思念的空白 是何等的滋味 孙女 想爸爸的时候我不哭 买着我来到她的身边 看起来我的手 坐进城市风景 那里好为爸爸的手好忘乱 想爸爸的时候我不哭 她的笑脸就在电话拉断 记下爸爸的情依在心里边 快哦快点照当 云梦幸福的明天 也许他们的演出 还不够那么精焦细焦 但是孩子们在演一堂自己的内心 这二十天他们已经开始可以面对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2013网易西部阳光 新舞梦想探索营 到这里就跟大家要再见了 我们明年再见 演出圆满地落下了文武 掌声充满现场 雷水和汗水洒在舞台 更洒在每一位观众的心里 孩子们用致命的声音告诉我 他们渴望被关注 被关爱 被肯定 我们应该尽承一个 与你家里拉斓 如下 吃饭 两个 你两个 都给你走 6次 六个 六个 是 二十天的夏丽丁生活结束 东小丽看到了大大神 演了舞台剧 经历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完成了很多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意 杜双燕也见到了在北京打工的爸爸妈妈 给爸爸妈妈唱的歌 表演了节目 或许 她的爸爸妈妈 以后会多陪我来 拜拜 尽管万分不舍 可分别的时刻 还是到了 面对镜头 东小丽的妈妈总是显得十分坚强 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但是面对即将驶去的列车 和即将分别的宝贝女儿 东小丽的妈妈 还是流下了不死的泪水 东小丽明天就要回到山里的家了 过着以前的生活 干农活 上学 日子又会变得平淡起来 但北京的一切对于她来说 就像是经历了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 现在 梦醒了 但是这份美好的回忆 和成长后的蜕变 会永远地陪伴着她 去迎接 更加美好的未来 Lindsay 月 아까 看到 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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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